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职牙诊所 我是Lara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一样要来继续示范面试 超难回答的问题 Top10 前两集我们已经讨论了四题咯 所以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朋友 欢迎去收听前面两集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示范第五题和第六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今天呢 有三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第一位呢 是来自迪卡尔的H.R.Helen 哈喽大家好 我是Helen 第二位呢 是前三商电脑的人资经理 现任职牙顾问Tina 哈喽大家好 我是Tina 第三位呢 是上班族代表现年30岁的产品企划Sam 哈喽大家好 我是Sam 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延续上一集的互动方式 我和职牙顾问Tina呢 我们两个同一组 然后Sam跟Dcar的H.R.Helen呢 你们同一组 然后我们就随机抽签 来看我们抽到哪一题 然后我们抽到的那一题呢 我们就各自示范回答 好的那我们来进行下一题 那换Helen你帮我抽一题 眼睛帮我闭起来哦 你帮我们抽一题 看一下是哪一题 好的这个抽到的这一题是 你自己有哪些缺点 哦 要字幕其短了耶 你自己有哪些缺点 好好好 来看你们怎么回答 那Sam就请你先示范 那陈先生我想要请你谈谈你自己有哪些缺点呢 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时间管理上面比较没那么好 那因为时间管理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我可能会有很多事情都撞在一起 那特别是撞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会紧张啦 然后就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那而且因为乱中很容易出错 那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很能够理解主管要求的是什么 所以我可能会往错误的方向去走这样子 然后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最后还是会把它做到对啦 对只是我中间可能得要花我自己私人的时间 然后我会努力的去把它做完这样子 好那听起来你很了解自己的缺点 那既然了解自己的缺点 那你是怎么样去调整 或者是在工作中怎么样去克服它 如果是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的部分的话 我工作了几次之后 我可能会尽可能的就是把优先顺序尽可能的去把它排出来 那我可能会强迫自己 我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搅在一起 我就优先把应该完成最优先的先把它做完 对那第二个的话比如说 我跟主管没办法沟通那么顺畅的话 我可能主管在交办完事情之后 我会先自己消化一下 然后我把我有的疑问都列下来 那我再找时间去问主管 问清楚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不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愿望路就可以少走一点 嗯好很好谢谢你 诶你你这一题是不是常常排练啊 因为我觉得你有备而来耶 没有啊因为这一题面试的时候很常都会被问啊 对啊 对那Sam在回答的时候前面呃他他只讲了他的缺点 对那所以说 因为你问的是你有哪些缺点啊 嗯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 哎我们就是很主动的把你的缺点讲出来 然后你之后是怎么做的 怎么样去克服这些缺点直接带出来 那当然面试官通常一定会继续往下追问 对那我觉得Sam很好是他其实是有准备的 对他虽然没有主动讲出来 但是他其实已经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调整 对所以说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那是还蛮完整的示范 对很棒 谢谢 那我们来听听看 Helen你会怎么回答呢 Helen想要问一下 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有哪一些缺点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嗯好呃这边的话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比较急躁的 所以就是在接受到任务的时候会有种渴望 想要赶快跳下去把事情解决 那其实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有发现 诶这件事情其实呃没办法真的 就是反而没办法把事情用最快速度做完 所以其实到后来就会知道是 呃在一个专案里面 其实除了他所谓执行速度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他的优先顺序 我到底要先做哪些事情 他的重要的排序 对所以到了现在的我的话 我会就是当接受到一个任务 我会先去盘点现在手上所有的状况 去确认说诶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最重要 也最紧急的 然后再透过专案管理工具去盘点跟整理 现在自己的状况 然后再去决定说诶我要不要现在就开始进行 还是我应该要在什么时间点再开始完成这些工作 嗯好谢谢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你的缺点是急躁 我就好有同感哦对 因为如果要我讲我也觉得我应该就是也是急躁一组的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你会我们急躁的人啊都当然就会很心急嘛 可是其实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是有限的 就算你不眠不休不吃不喝 你也只有24小时 所以你刚刚提到就是priority这个排序啊 我就会觉得 诶你有发现 就是如果我真的是hr 我听到你这样子的回答 我就发现 我会我的感受是 你知道你自己急 但是你也发现了急可能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事情 所以更重要的是排序 嗯对啊 诶Tina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是不是还蛮不错的 对非常好 因为其实他就是抓到重点 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边 所以他从他的一个呃工作的一个技巧 或者是说时间的管理各方面 他去做一个调整来去弥补他 因为急躁可能会做错或做得不好 对嗯 那去避免掉这个状况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题 呃缺点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不好回答 但是实际上呢 呃其实是一个反思的一个题目 我觉得这个可以 每一个求职者都可以呃把它纳进来 就是做一个思考做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求职者在准备这一题的时候啊 就挑一个奖吗 还是 诶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 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但是你要记得你是在面试 不要挖洞给自己跳 所以还是建议讲一个就好嘛 就挑一个来讲嘛 不一定是一个 而是讲你有把握 而且你能够去解套的一个 然后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想 就是那为什么公司 或是为什么面试官 想要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当然一部分可能可以 透过呃透过这个方式去看看说 诶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自己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 但我觉得另外一部分 其实还有很大的重点是 呃你是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缺点的 你是就是呃看着这件事情发生 还是其实你有用一些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 在分享这一题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比起缺点本人 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怎么面对这件事 对 原则就是你也 你要诚实然后去选一到两个来讲 但也不要一大堆就讲了自己缺点一大堆的 因为这也是挖洞给自己跳 没有人会想要这样子 对 好那如果你挑了一到两个来讲的话 刚刚Helen跟Tina的示范就是 我们我们要真诚嘛 但是又要从缺点里面去学会 那我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些缺点 我是怎么克服它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感谢Helen的示范 好下一题 好那接下来这一题就换我们咯 我跟Tina这一组的 好那Lara眼睛闭上啦抽签咯 好 我抽到的是过去经验中遇过最挫折的事情 哦这一题我有被问过 对好我等一下来回答一下这一题 好的那接下去想要请Lara 分享说那你过去工作经验里面遇过最挫折的事情是什么 好的 在过去的几份工作里面 其实都有不断的 我自己觉得有不断的做中学 然后错中学 但是确实有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我在当业务的时候 我觉得那阵子最让我感觉到挫败感的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勤劳 然后很努力的跟客户提案 可是客户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没有进单 就是每一次都差那么一点点要签约要成交的时候 可是因为某种种的因素 总之他们就没有办法跟我签约 对那累积了就是短暂的时间累积了好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当下的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对就会不懂说我到底哪边做不好或是做错什么 为什么我明明我觉得我自己很努力啊 然后觉得我很勤劳啊 但是就是成绩一直都不好 嗯 这是我追错者的事情 好 那想要了解在过程中 因为刚才提到其实这件事情 让你没日没夜 然后一直在努力的往前 就是想说 哎到底我要怎么样可以拿下单吗 那这过程中你做了哪些尝试 或者是你怎么去分析说 这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问题 嗯 如果是以业务值的工作来说的话呢 我们我们是会有你 比如说你开发十个客户 能够有一家成交 这就已经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成交率就是 如果以十%来看的话 那我可能就开发十个是不够的 我一定是我的开发量一定要大 我才有机会去成交那一家 对所以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说 那我如果开发十家不够 我就开发二十家 那不然就开发三十家 但是我也会去思考说 为什么这个客户 他最后没有跟我买 哪个环节出问题 会让他不跟我买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原因是我能控制的 我会不会多做了什么 他可能就有机会跟我买 还是其实这件事情是 比如说公司就删预算 这个可能就我无法控制 对 所以当下其实我的主管 也是有跟我聊很多 因为他看我很沮丧 所以他都有跟我讲说 其实每个案子 都有他可控跟不可控的 那可控的地方 我就是在下一个 我的上一次挫败 我就在下一次再改进 可是不可控的就 就就只能放下了 对 好的 那我了解了 那延续前面好奇 那最后你是用什么方式 去克服这个整个挫折过程 我记得我那时候 消极了一阵子吧 就是觉得 如果怎么努力都 都没有办法进来的话 好像就算了 对 就是我就做好我自己 能做的事情 然后就是 我还是做好基本 业务改做的事情 但是尽不尽单 就交给老天爷了 嗯 好的 那我了解了 会有一点点危险 因为其实最后你的 就是我觉得蛮可惜的是 过程中其实在追问的时候 你其实感觉出来 你曾经有想要努力 去解决问题 所以你有先做了 就是做了一些分析 但最后其实你的解决方法就是 Let it go 这状况好像其实不是那么好 就我就觉得蛮可惜 那实际上状况 如果真的是你透过中间的那些分析 再更去细挖 说原来可能环节真是出在 哪些事情 可能是提案的技巧 或者是 假设就算是 它出现在不可控的状况下 甚至你再去跟公司谈 你接下去这边负责的 分线或是专案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可以被解决的 就我觉得直接消极 停在躺在那个地方 其实是 我觉得反而是最危险的事情 我刚刚那样算消极吗 这样就算消极了 那个蛮躺在地板上的吧 我以为是豁达耶 怎么办 我的世界怎么可以去 它的角度那么不一样 等一下听专业的示范 我觉得听起来 听起来蛮消极的啦 就是会蛮可惜的 所以你们不觉得 那是豁达就对 我现在真的是 三观彻底改变 所以我自以为豁达 但其实在HR的角度 听起来可能是消极 对不对 那我可是 可是就真的觉得 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 好像对于结果 也就没办法太强求了 那如果是 你们的话 你们会怎么示范的 来我们来听听看 Tina 他会怎么说好了 Tina 那个我想请教一下 你过去的工作经验里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 是让你最挫折的 好 我过去在人质的工作经验里面 让我印象最深刻 最挫折的是 在处理一个员工 员工离职的一个问题 那我主要是负责 员工离职处理的作业 那当时资方代表的立场 跟员工产生非常强烈的一个对立 那我是居中协调的角色 但是在双方这样来来回回 协调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而且甚至当时的员工非常的不满 那对我做出了一些人生的威胁 那当时刚踏入人资领域 大概两三年的时间 其实当下是真的非常挫折 那从整件事情呢 其实我也看到说 人资这个角色在企业里面 真的是扮演的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沟通的角色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除了要站在双方的立场 去做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同理跟思维 呃才能够去嫁接出两个 呃双方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说这个挫折虽然很大 但是我从中也上了一个蛮宝贵的一课 对 哦了解 那你当时候你关于 呃关于你刚刚讲的 就是调试你自己的心情的部分 然后跟你呃怎么样去努力 在嫁接资方跟劳方的一个中间的桥梁 你当时候可能做哪些的努力啊 呃其实呢 这个其实就是关系到沟通 因为资方代表他的角色是公司嘛 对那公司有公司的立场是 比方说是法规 是呃公司的一些相关的呃 就是呃财务的部分 那员工的部分呢 他当然是希望拿到更多的资钱费 或者是说呃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呃就是让他更好地找工作 或者让他生活无余 就双方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那当你去同理双方的角度 那跟双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沟通 其实在呃在企业里面呃站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其实如果可以圆满的解决 对这个这个预算的部分 其实应该都是可以被接受 所以呃我从中去摸索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协调的一个 一个一个关键所在的 那我知道了谢谢 哇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Tina刚刚讲的很棒的一个点是 他虽然他遇到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两个重点 他第一个是 他虽然是最挫折的事情 可是他其实就 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也许是最挑战的事情 所以他能够去把一件非常挑战的事物 去把它解决好 我觉得跳脱这一题问题 然后HR也会对他 就觉得这个求知者不错 他有能力能够去解决很困难的事情 那第二个的话是 他也有从这个 这次的比较像谈判的过程中 去学到的东西 他就知道说 怎么样去妥善的扮演中间沟通的桥梁 那资方想要什么 劳方想要什么 那基于双方的立场 我要怎么样把它取得一个平衡 那这个机会我也会知道 比如说Tina未来在任职新公司的HR的时候 就找呃你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我有任何的问题 你也都可以帮我解决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也回馈一下Tina的回答好了 我觉得这一题啊 就是在回答的时候啊 好像我们要回答出来的 一定要让人家是有感的 就是哎 这真的是不容易的 你如果我们问这一题就是 过去工作当中遇过最挫折的事情 你告诉我说 我Excel不会筛选 对 这一听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不OK的回答 所以我们在准备自己最挫折的事情 要让人家有共感 就是你真的要去选一个 当然它是你真实发生过的 但是它也要是 我们真的旁人听起来 像刚刚Tina讲 我就会觉得 他不是随便拿一个 他好发挥的答案来 搪塞我 对 对 我会觉得在他的HR的工作经验里面 哇 他发生这种事情 应该是蛮挫折的 虽然我不了解HR的工作 但我都能感受到 哇 这件事情真的 应该会让你很难过吧 然后 但是他最后都倒回学习 他最后都在跟我 跟我们讲说 他从里面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对 真的 对 那其实在回答这个 最挫折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其实可以跟植物来做连接 比方说我是应征HR 其实HR最重要是沟通 那我的 我的挫折经验 如果可以的话 是尽量跟它有一个关联系 或是你是应征业务人员 那业务人员呢 可能会在这个业绩的部分 像刚刚Lara也诠释的很好 像这样子的一个 跟植物有相对接的 这样子的一个挫折呢 会其实可以更好发挥 那发挥的好的话 那效果也会更好 好哦 那我们就来进行下一题 下一题我们会在下一集节目中 继续替大家示范 到底要如何回答这十个 面试很常问 而且不好回答的问题呢 如果你不想错过 下一集节目上架的话 请记得订阅直牙诊所 Podcast 就不会错过上架通知咯 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 有帮助到你的话 也请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上面 打新评分和留言 假如对本集节目内容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回到直牙诊所 社群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 匿名发问和留言 我们会有很多的专业顾问 让你免费咨询哦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